有些人有些人也许留在记忆中才是最美的 我害怕我害怕你再也不会出息 电视剧《锦绣男哥》正在肉播中 彭琼王刘易康地位不稳 于是想不断地推行行政稳步明星 为改变时局他暗中折服 隐姓埋名走访人间 为打破世俗隔阂皇帝联姻降门沈佳 立刻又阴差阳错地成为沈佳降门敌女 因为身份原因和刘易康有了婚约 刘易康知道朝鎮的疾病 他在明朝暗访的过程中 信号了正义善良的立刻 两人暗生情愫互相喜欢 只是二人都不知道彼此身份 两人还联手对付十足的佳 在这其中互相欣赏彼此信任 在之后的这其中 皇城王立刻打门之夜 立刻找到了行刺的好机会 找好机会跑到乡线 没想到一转身相识 二人都窝瞪口袋 眼前之人正是所爱之人 竟然阴差阳错下结尾的眷侣 立刻不知道该洗还是该腰 二人的感情也在之后 面临了比较大的考验 刘易康放言会挺身守护立刻 立刻最终也辅佐了刘易康 力挽狂澜退行行政